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 被散落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称之为祖国 因为以色列的宪法里面写道 没有犯罪 没有皈依其他宗教的犹太人 与其配偶和子女 都可以自动拥有一色列国籍 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是一个流浪了近两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 他们是没有国家的 可是犹太人建国的地方 四周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 这就导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 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 和周边的阿拉伯邻居们 总是冲突矛盾不断 直到今天 二者引发的中东问题 依旧是和平与发展 这一世界主题背景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那么 犹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遭遇呢 他们为何流浪了上千年之久 最后又选择在这个四战之地建立国家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臣服中寻找答案 关于古代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 必须要从圣经旧约里面的记载开始说起 因为除了圣经 早期犹太人的历史也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参考了 虽然圣经旧约是一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经典 但书中的不少细节和故事已经被考古发现正式 这说明了圣经旧约并不只是代表着宗教的意义 它更多的是西方仙民们对一些神话传说和真实历史事件的综合汇变 在圣经旧约里面记载 上帝在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 也为二人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一点园 所以他们来到了人间繁衍生系 成为了人类的始祖 因此圣经认为 人类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女人要承受生育之苦 男人要受辛勤劳作的惩罚 并且要不断地向上帝祈祷和悔悟 以获得上帝的原谅 经过了数个世纪后 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不断繁衍 但是上帝不仅没有看到人类的悔悟 相反 人们的道德沦丧变得更加严重 于是 上帝决定要降下一场大水 毁掉所有的恶人 上帝观察了所有的人类 发现只有一个叫诺亚的好人 他品行高尚 从不做坏事 于是上帝告诉了诺亚 关于自己的计划 并让诺亚提前造一艘方舟 让诺亚带上自己的家人 和各种动物来躲避洪水 其中 洁净的动物雌雄各弃队 不洁的动物雌雄各异队 这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 随后 洪水如期而至 顺时淹没了大地 洪水过后 世界被重新洗牌 诺亚的三个儿子 陕 韩和雅芙 分别带上了自己的妻子 前往世界各地繁衍生息 其中 陕的后代越来越多 他们的部落被称为陕族 今天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自称是陕族的后裔 陕族中有个成员叫亚伯兰 他对上帝十分的虔诚 并且认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和万能的神 而坚信上帝的亚伯兰 终于得到了上帝的恩赐 在某一天 亚伯兰得到了上帝的指示 让他带着族人迁徙到某个地方 并且说那里到处流淌着蜂蜜和牛奶 于是亚伯兰就带着自己的族人渡过了右发拉底河 来到了迦南 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带 对于迦南的土著来说 亚伯兰这些人是外来者 所以就给他们起了个称呼叫西伯来人 意思就是从河的对岸过来的人 亚伯兰迁徙的故事对于犹太人来说 象征着一神教的起源 迦南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被犹太人认为是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地 到了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 上帝再一次显现 上帝与亚伯兰立约 让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在西伯来语中寓意为万国之父 象征着他的子民会颠簸世界各地 同时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中 所有的男子都要接受割礼 就是让信徒们在肉体上都有统一的标记 以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在亚伯拉罕死后 他的儿子以撒担任了组长 继续信奉上帝 以撒有两个双胞胎的儿子 一个叫以撒 一个叫雅各 这兄弟俩人为了争夺继承权 反目成仇 最后雅各被迫离开迦南 去了他舅舅所居住的哈兰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带 雅各在舅舅的安排下 在哈兰娶了一对老婆 生了十二个儿子 而这十二个人就是后来的 以色列十二之戏的先祖 之后 由于雅各和舅舅发生了矛盾 于是雅各决定带着家眷们回归故里 在回去的路上 雅各遇到了一个天神 他与天神进行摔跤 天神剑打不过雅各 就用神力在雅各的腿上摸了一把 雅各的腿就瘸了 但雅各最终还是赢得了摔跤比赛 这也是为什么犹太教 不允许吃动物后脚筋的原因 因为在犹太人看来 脚筋是被天神触摸过的地方 是属于神圣的 在打完架之后 天神就赐给了雅各一个名字 以色列 意思就是与神比武的人 从此之后 雅各的后裔就以以色列人自具 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 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 所以雅各的其他儿子都很嫉妒约瑟 于是他们合起火来把约瑟卖给了一个去埃及做生意的商队 约瑟来到埃及之后 凭借着他聪明的头脑 最后居然当上了埃及的宰相 还在埃及取其生子 多年之后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也和解了 埃及法老还允许约瑟带着他的族人们来埃及定居 所以 以色列人离开了迦南 去到了埃及 然而 数百年之后 随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势力越来越大 埃及人担心以色列人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于是就开始打压和剥削他们 以色列人就这样沦为了埃及人的奴隶 为了消灭以色列的族人 法老还下令 将以色列人刚出生的男婴全部淹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 夫妻俩不敢把他留下来 但是也不忍心自己的儿子被埃及人弄死 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 顺着尼罗和漂流 听天由命 正巧 这天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 捡到了男婴并收养了他 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摩西 摩西在埃及的宫殿中长大 享受着王子般的待遇 可成年后 他最终还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在又经历了一些故事之后 摩西在西奈半岛的西奈山上 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上帝要让他带着自己的同胞们逃出埃及 并且上帝还赐给了摩西一些神力 以帮助他完成任务 很快 以色列人表示愿意服从上帝的安排 所以就跟着摩西返回了故土迦南 但法老并不愿意放他们走 于是上帝就惩罚法老 先后让埃及发生了九次大灾 搞得埃及惨不忍睹 可即便是如此 法老还是很顽固 仍然不肯放兴 上帝只好降下地实灾 杀掉了所有埃及家庭的长子和牲畜 包括法老自己的长子 到了这个时候 法老终于扛不住了 同意让摩西带着他的族人赶紧离开 可是以色列人还没走多远 法老却又后悔了 于是他派出了追兵开始追杀以色列人 在红海边追兵追上了他们 于是摩西借助上帝的力量 施展神力劈开了海水 让以色列人过海 等追兵们追过去的时候 海水又突然合上 追兵被海水淹没 这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 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来到西奈半岛之后 摩西再次登上西奈山 与上帝立约 并把契约写在了石板上 这就是著名的摩西十戒 这十戒分别是 第一 上帝是唯一的神 不能信仰其他神 第二 不可崇拜偶像 第三 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义 第四 遵守安息日 第五 孝敬父母 第六 不可杀人 第七 不可奸淫 第八 不可偷盗 第九 不可做假证陷害他人 第十 不可贪恋他人的老婆和财产 摩西十戒对以色列人来说影响深远 这是上帝与他们定立的契约 以色列人接受了契约 以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犹太民族的统一 圣经中记载 摩西活到了一百二十岁 但是他还没能率领族人回到故乡就去世了 摩西的继承人叫做约书亚 他继续带领着以色列人通过了上帝的重重考验 漂泊了四十年 最终才回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 迦南 以色列人回到迦南之后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 这一时期的以色列犹太人分成了十二个知系部落 相传 十二部落的先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而这十二个知系又被分为了南北两大部落 南方部落自称为犹太人 所以叫犹太部落 而北方部落自称以色列人 被叫做以色列部落 此时的以色列犹太民族就像一盘散沙 没有形成统一的群体 也没有组建起自己的国家 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领导人 而这些领导人被称之为士士 士士在西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先知 这些先知们平常管理着部落的民事 战士就率领以色列犹太人出战 这类似于他们的部落酋长 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士士时代 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末期 犹太人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弗利斯丁人 弗利斯丁人住在迦南的南部海岸 属于上古时代海上民族的一支 他们非常的勇猛善战 不断进攻犹太人的驻地 抢夺钱财和土地 面对弗利斯丁人的入侵 一盘散沙的犹太人屡战屡败 于是十二个犹太部落就开始思考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团结起来 一同抵御外敌呢 公元前1020年 在犹太民族的存亡之际 有一个名叫撒姆尔的士师 他在向上帝请示过后 根据上帝的意思挑选了一个 能够将各知系统领起来的王 这个天选之人便是扫罗 扫罗成为了以色列犹太人的首位君主 他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 顶都撒玛利亚 这也标志着士师时代正式结束 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了王国时期 后来扫罗带领着犹太人 多次与菲利斯丁人战斗 并取得了胜利 使得犹太人摆脱了 被灭族的威胁 在与犹太人战斗的过程中 有一个南方犹太部落出身的年轻人 名叫大卫 他也为骁勇善战 当上了犹太部落的军事领袖 成为了与扫罗一样齐名的 以色列犹太英雄 传说中 大卫还拥有一面坚固的盾牌 时刻保护着他免受敌人的伤害 这面盾牌上画有六芒星的图案 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国旗和犹太教的标志 就是六芒星 也被称之为大卫星 后来扫罗到了晚年开始变得暴躁多矣 对上帝和先知很不尊敬 尤其在对待南方的犹太部落时 很不公平 这让犹太部落的士兵和公民们 开始不欢迎扫罗作为他们的王 最重要的是 扫罗还担心大卫会取代他成为新的国王 所以他就多次设计想要杀害大卫 公元前一千年 忍无可忍的大卫带领南方的犹太部落 背叛了扫罗 投靠了腓利斯丁人 继而是扫罗在战争中遭到惨败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也战死沙场 扫罗死后 以色列部落陷入了混乱 而大卫则继续依靠着腓利斯丁人的力量 完成了对以色列犹太民族的两大部落 共十二之系的统一 成为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新国王 后来 大卫又和今天黎巴嫩地区的一个名叫推罗的国家结盟 开始与腓利斯丁人进行战争 并对约旦河以东 死海以南的一些地区进行征服 最终 大卫将腓利斯丁人彻底赶出了这一地区 他还从迦南土著的手中 抢夺了一座名叫耶布斯的军事要塞 并将其扩建成了一座城市 后来大卫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首都签于此地 并改名为耶路撒冷 寓意为和平之城 自此之后 耶路撒冷就变成了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的中心 并且此后又成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被誉为三教圣城 再加上耶路撒冷地处 西亚北非和东地中海沿岸的交通枢纽 一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所以 这也注定了这座城市始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城 公元前960年 大卫去世 他最小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为王 犹太王国也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代 这一时期 犹太王国和埃及也结为盟友 成为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小霸主 而且 所罗门积极发展海外贸易 使得国家变得相当富有 所以 所罗门这个名字也成为了财富的代表 在许多西方小说中 如果书中有人物名叫所罗门的话 那么八九不离十 这个人会是个富豪 当所罗门把国家治理得相当富裕之后 他就认为 是时候应该修一座 向上帝祈祷的圣殿了 于是 所罗门广招工匠 在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 修成了著名的所罗门圣殿 也叫第一圣殿 圣殿修好之后 所罗门接着又修了他的宫殿 圣殿和宫殿内的一切器具 都是用黄金打造 极尽奢华 也由于所罗门的挥霍无度 到了他晚年的在位时期 国家的财政一度陷入了拮据状态 这也就预示着国家衰落的开始 晚年的所罗门为了继续挥霍 就不断地加重赋税 他对以色列的老百姓敲骨吸髓 搞得民怨四起 民愤不得 公元前930年 所罗门去世 他的继承人罗伯安完全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更不能调和十二支系之间的矛盾 所以 以色列联合王国最终分裂成为了南北两个部分 北方的叫以色列王国 南方的叫犹太王国 或称犹大王国 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之后 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存在了大约二百多年 到了公元前八世纪末的时候 以色列王室内斗频繁 而且此时 在两河流域有一个名叫亚述的国家 开始强大起来 并不断地向巴勒斯坦地区扩张 公元前722年 以色列王国就在内忧外患之际 被亚述帝国所灭 亚述人将犹太人当作战利品 把他们集体迁到了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地区生活 这是犹太民族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被迫迁徙 犹太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大流散 而南边的犹太王国比以色列国多存在了一百年左右 但是犹太王国的历史是断断续续的 因为他们先后遭到了亚述人和埃及人的灭国 又先后复国 直到公元前586年 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尼布贾尼撒二世所征服 犹太国才彻底灭亡 都城耶路撒冷也被摧毁 第一圣殿也随之毁灭 城中的犹太人被俘虏到了新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尼亚 这也就是第二次大流散 史称巴比伦之球 这段时期 犹太人经历了国破家王和背景离乡的变故 他们对未来的迷茫使得先知的地位大大提高 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宗教意识的强化 犹太教的思想体系也在这期间开始慢慢萌芽 犹太教的核心除了一神论和契约论之外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相信有救世主 他们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不会抛弃他们 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有救世主诞生人间 带领犹太人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 这个理论成为了当时众多颠沛流离的犹太人的 精神寄托 到了公元前539年 波斯国王居鲁士灭掉新巴比伦后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才重新被放回了故土 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 对耶路撒冷进行了修缮 并重修了圣殿 被称第二圣殿 此时曾经破落不堪的圣城慢慢恢复了活力 在波斯统治期间 以色列属于波斯的一个行程 在波斯宗教宽容的政策下 犹太人享有了难得的和平 不过很可惜的是 美好却总是短暂的 波斯当年傲视群雄的时候 曾经蹂躏过希腊 后来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打着帮希腊报仇的口号 集结了大队人马 征服了波斯 就这样 亚历山大建立起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 庞大帝国 不久之后 亚历山大病逝 帝国被他生前的几个军事将领所瓜分 主要部分被一分为三 北非地区建立了托勒密埃及 中西亚地区建立了塞留古王国 欧洲希腊地区建立了安提克马其顿王朝 自此 世界历史也就进入了希腊化时代 以色列最初被托勒密埃及接管 托勒密继续实行波斯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 允许犹太人自由信仰 并对犹太人礼遇有加 一些犹太人也慢慢地融入到了希腊社会 可是这时候也并不是和平年代 托勒密埃及和塞留古王国之间 长期进行着争霸战争 目的就是为了争夺犹太人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 在上面我们说到过 巴勒斯坦地区地处西亚和北非的交界 又是地中海东岸 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为了笼络犹太人 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 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 就是组织了一批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学者 把犹太经典托拉翻译成为希腊文本 其实是一本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是一本的诞生 把犹太教经典从希伯来语中解脱了出来 标志着犹太教首次面向了世界 扩大了受众范围 从而为以后基督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直到今天 这本书依旧是基督教教会的经典 但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 托勒密和赛留古两大王朝 在火并了多次之后 赛留古王国还是取代了托勒密埃及 成为了犹太人的新主人 赛留古和托勒密不同 他们对犹太人一点都不客气 为了彻底的征服犹太人 赛留古国王在以色列地区强行推行希腊文化 刻意打压犹太教 一切与犹太教相关的活动都被禁止 而且他还销毁犹太教的典籍 关闭犹太人的圣殿 历史告诉我们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而让犹太人奋起反抗的导火索 就是赛留古国王要求犹太人 祭祀希腊的主神宙斯 在之前我们说过 在犹太人和上帝定立的契约摩西十界中 第一条就是要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神 不能信仰其他神 所以祭祀宙斯触犯了犹太人的底线 导致了以色列各地的犹太人 纷纷发起了反抗 公元前141年 犹太反抗军的领袖西门马加比 成为了犹太人的国王 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哈斯蒙尼王朝 犹太民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中兴时期 短暂是因为在希腊化国家逐渐没落的时候 地中海的对面又生起了一颗巨星 罗马 公元前63年 罗马统帅庞培率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 不久就攻陷了这座城市 他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上千名犹太人被处死 一部分犹太人被俘虏到了罗马沦为奴隶 因为罗马的残酷镇压 许多犹太人在这期间大量逃离巴勒斯坦地区 流散到了世界各地 在罗马军队走后 庞培挑选了犹太王室的一个傀儡 继续做国王 但是实际权力是掌握在罗马大臣安提帕特的手上 后来 安提帕特的儿子西律取代了马加比家族 成为了犹太人的国王 不过实际上 他是处于罗马统治下的代理王 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西律王朝 西律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 同时 他也是最著名的暴君之一 据说 他因为怕身边的人害的 就把祭司给杀了 怀疑老婆背叛的 就把老婆也给处死了 害怕两个儿子是父夺位 他同样把这两个儿子也杀掉了 西律虽然很暴虐多疑 不过当国王还是有一些本事的 他知道自己统治的犹太人不喜欢他 所以 为了讨好犹太人 西律赤巨资修复了第二圣殿 还把圣殿修成了当时地中海最华美的建筑 所以第二圣殿也被称为西律圣殿 晚年的西律很是郁闷 在杀光了所有亲人之后 也没让他找到安全感 他其他的几个儿子 为了继续争夺王位 还搞出了数场宫廷风波 七十岁的时候 西律病死 按他的遗嘱 以色列领土被分为三大块 由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 但在几年之后 罗马奥古斯都乌大维下令 把三块土地合并起来 设立一个新的形式 由乌大维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总督进行管理 至此 西律王朝灭亡 以色列的历史就进入到了罗马统治时期 西律王朝期间 在耶路撒冷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基督教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升级版 他将上帝的选民不再局限于犹太民族 并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 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 而犹太教则认为救世主还没诞生 并且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不再局限民族界限的基督教 很快就传播开来 成为了当时罗马帝国国内的第一大宗教 不过当时的罗马国教是信奉战神朱毕特 而不是基督教 更不是犹太教 所以罗马皇帝使基督教为眼中钉肉中刺 他各种迫害基督徒和他们的传教活动 耶稣就是这样被罗马士兵钉在了十字架上 因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升级和分支 所以早期的很多传教士都是犹太人 传教活动大多也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而展开的 这就使得罗马皇帝加紧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控制和压迫 长期处于水深火热和政策高压环境下的犹太人终于忍受不了了 在公元66年爆发了犹太大起义 第一次犹太战争正式打响 当时的皇帝尼路迅速派兵镇压 但是此时的罗马国内发生了动乱 罗马士兵就被撤走了 公元70年罗马内乱平息 新皇帝维伯乡再次派军攻破了耶路撒冷 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烧杀强烈 大量的犹太人被屠杀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不计其数 而第二圣殿也只剩下了部分墙基 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西墙 犹太大起义被镇压之后 耶路撒冷满目疮痍 失去了作为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地位 许多犹太人被迫搬家 跑到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谋求发展 第一次犹太战争的失败 让犹太人对罗马的国仇家恨越发的强烈 几十年之后 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在位时期 对犹太人继续执行宗教压迫政策 这种高压政策再次使得在公元132年 犹太人又爆发了一场大起义 第二次犹太战争正式爆发 发动这次起义的人名叫巴赫巴 在他的号召下 大批的犹太人加入起义军 很快就占领了耶路撒冷 并把罗马人给赶了出去 不过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 起义军在抵抗了三年后最终失败 这次又是几十万的犹太人被屠杀 一大批活着的犹太人也被抓到了罗马 去当奴隶 最后克死一箱 还有更多的犹太人被驱逐出了以色列 踏上了慢慢的漂泊之路 至此 犹太人的历史也就进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大流赛时期 为了彻底摧毁犹太人的意志 哈德良下令摧毁耶路撒冷所有的建筑 在圣殿山上另建罗马神庙 并将耶路撒冷改名叫凯普屯林 或以为爱丽亚加比多连 禁止犹太人继续居住在这里 直到差不多快两百年后 罗马皇帝均是坦丁大帝在公元三百一十三年 发布了米兰赤令 给予了基督教合法的地位 以至于后来 基督教还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耶路撒冷的元明才得以恢复 并且成为了基督徒的圣弟 虽然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但是基督教在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之后 罗马就将犹太教视为异端 反过来打压犹太教 而且对基督教的一端审判 变得更加残酷和苛刻 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在罗马帝国分裂后 耶路撒冷就开始被东罗马接管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皇帝起初还算比较仁慈 给予了犹太人在每年圣殿被毁日的当天 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祭拜 在这一天不对他们进行宗教抓捕和审判 此时的耶路撒冷 犹太教的遗存只剩下了第二圣殿被毁后的西墙 所以每年在圣殿被毁日 就有大量的犹太人来到西墙的脚下大哭和祈祷 因此西墙也被叫做枯墙 也正是因为犹太人对民族宗教的坚定笃信 才造就了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将近两千年 却没有被其他民族统化 还能持续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不过在这期间 犹太人没有国家 也没有宗教祭祀的场所 宗教的典籍也几近被烧毁 那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是如何将犹太教和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的呢 在这种环境下 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名叫拉比 因为在罗马的打压下 犹太教的祭司被禁止 而拉比就有点类似祭司的替代职业 他们给予人们宗教和法律精神上的指导 并且在他们的努力下 整理编写出了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部宗教法典 塔木德 塔木德很详细地规范了一个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和绝对不能做什么 因此散落在世界各地互不同属 毫无联系的犹太人 却依然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创造了世界民族史上的一大奇迹 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日耳曼蛮族在欧洲建立起了许多封建王朝 这些新的国家为了稳固统治 继续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还加大了对其他异教徒的打压和迫害 同样在拜占庭帝国这边 在公元四世纪末的拜占庭皇帝迪奥多西一世继位后 改变了对犹太人的宽容 还颁布了许多禁止犹太教活动的规定 而这种黑暗的时光 一直延续到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才有所改观 公元7世纪 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 阿拉伯人迅速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并开始对外扩张 征服了耶路撒冷 以及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对于犹太人而言 阿拉伯人就是来解救他们的 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 对待宗教还是比较宽容的 没有逼迫异教徒改宗的要求 并且在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 还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活动 所以在阿拉伯帝国扩张的时候 犹太人就积极地帮助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当时也把犹太人当作兄弟 因为两者都认为自己是陕族的后裔 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区域 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普遍提高 而且犹太人可能有天生擅长经商的头脑 这段时期 许多犹太人从事了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 他们将阿拉伯人从中国手里购买的丝绸和瓷器收购后 又卖给欧洲以谋取暴力 所以整个地中海世界 俨然成为了犹太人的商业舞台 特别是在西班牙地区的犹太人 不仅商业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而且在文化和科学上 他们也同样出类拔萃 这使得西班牙成为了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不过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之后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分裂和衰落 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地位不保 基督教的势力又在慢慢的发展壮大 犹太人风光的日子也即将逝去 时间来到十四世纪以后 基督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伊斯兰教的势力被彻底逐出了欧洲 基督教政权在西班牙建立 此时犹太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接下来就是一轮又一轮的犹太迫害活动 这一时期犹太人被各种侮辱 毒打杀害贩卖或者被强迫改宗基督教 大概有三十万的犹太人被西班牙等国家驱逐出境 而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争霸期间 十字军东征也对犹太人的打击十分严重 虽然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是针对占领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 但他们在一路上也杀害了很多犹太人 因为十字军基本上都是狂热的基督徒 在他们眼中一切的异教徒都该被烧死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太人非常有钱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 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而且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是越来越排斥 后来又诞生了关于犹太人用儿童的血来祭祀的血迹诽谤事件 和黑死病是犹太人医生在井中下毒的犹太人投毒事件 这些事件让欧洲人更加排斥犹太人 经常掀起反犹派游活动 为何欧洲人会如此仇恨犹太人呢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两者的宗教教义上所产生的分歧 因为犹太人始终不承认耶稣的真实性 更不承认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会成为上帝的选民 这样也就致使基督教会把犹太教当作异端去处理 并大肆地杀害犹太人 另外在宗教改革之前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行商和放贷行为是罪恶的 基督教会还严厉禁止放贷行为 所以在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中 放贷活动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在做 很多欧洲的普通老百姓也为借高利贷导致自己变成利农 而犹太人却因为从事了各项商业活动而过得有姿有色 这让很多贫苦的基督徒十分痛恨犹太人 欧洲社会的上层贵族和教会僧侣们也十分惦记犹太人的财产 轻则给犹太人加收各种杂税 重则就给他们安一个罪名 找个借口以没收他们的财产 就比如我们前面刚刚说到的血迹诽谤事件和投毒事件 还有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犹太人的说法 这些都让犹太人坐稳了奸诈和狡猾的人设 犹太人就在各种被驱逐和被迫害的大环境下 直到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 才有很多犹太人离开了欧洲 去到美洲开始了新的生活 所以今天美国的犹太人数量 是除了以色列以外的第二大犹太人国家 不过当时更多的犹太人还是选择留在了欧洲 继续忍受着各种的压迫和驱逐 直到19世纪的中后期 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排游活动 有200多万的犹太人被迫离开了俄国 这时候许多犹太人就在思考未来将要何去何从 西安运动也就由此诞生 西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明 西安运动就是指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圣经中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的运动 这次运动也被称作为犹太复国运动 可是此时的耶路撒冷并不是无主之地 当时耶路撒冷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 在这里居住了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所以耶路撒冷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城 他们同样也不欢迎犹太人的回来 西安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奥斯曼土耳其加入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同盟国阵营 而协约国阵营中的英国早在战争爆发之前 也为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土耳其矛盾已久 所以英国在战前就曾计划要在土耳其的后方 安插一个国中之国 而正在搞复国运动的犹太人 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棋子 此时的犹太人也想借这个机会 推翻土耳其对耶路撒冷的统治 所以很多犹太的大商人大资本家 纷纷给协约国一方在金钱上进行资助 特别是对英国政府的支持 在一战结束后 巴勒斯坦地区被英国托管 英国可能也是为了感谢犹太人 在战争期间的帮助 于是就批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 此时犹太人疯狂地在巴勒斯坦地区 砸钱买地 但是他们还没完全建立国家 只是建立了许多个零零散散的聚集去 就在他们继续讨论 应该怎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了 关于二战期间 纳粹组织和希特勒 是如何残害犹太人的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在整个二战期间 欧洲一共有580万的犹太人 被纳粹杀害 其中 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光在这里就有1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害 在战后 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在国际上被公之于众 犹太的复国主义得到了空前的支持和声援 于是大量的犹太人不断地返回了巴勒斯坦地区 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了巴勒斯坦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开始升级 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特别是圣殿山上西墙的归属权成为了冲突的焦点 在犹太人看来 西墙是圣殿最后的残害遗址 是他们对上帝祭祀的地方 意义非常重大 伊斯兰教则认为 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灯消前拴马的地方 是带有穆罕默德升天的神迹 而且西墙的旁边就是阿克萨清真寺和远顶清真寺 最后在1947年的11月29日 当时的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支决议 耶路撒冷暂时由联合国代管 除耶路撒冷外的其他地方 被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 决议一提出之后 犹太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虽然耶路撒冷暂时不归他们 但好歹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了呀 可是阿拉伯人却坚决不同意 他们认为巴勒斯坦 只能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 犹太人只能是这个国家里面的少数民族 另外阿拉伯人还对联合国的土地划分提出了意义 他们抗议联合国将巴勒斯坦地区 57%的土地划给了人数较少的犹太人 而且划给犹太人的还都是一些沿海 严律州的肥沃土地 人数较多的阿拉伯人却只得到了43%的贫瘠土地 愤怒的阿拉伯人最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 如果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 他们将会拿起武器誓死捍卫祖辈 为他们留下来的家园 1948年5月14日 根据联合国的决议 以色列国正式成立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 他的所有邻国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 全部向以色列宣战 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爆发 关于五次中东战争的始末 以后我们会为大家专门做一部影片讲解 后来 以色列在建国后的34年内 通过五次中东大战 逐渐在巴勒斯坦站稳了脚跟 并且犹太人也在实际上 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 结束了他们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 他们终于回到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地 而后面的故事 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 好了 这一集讲完了 感谢你听到这里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 一个穿越古代 细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